穿相似的衣服有人优雅 有人居然的有力俗气 其中的差距很有可能就是鞋子拿开的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土气鞋 首先必须要知道鞋子的搭配四大雷区 穿鞋雷区一 风格容不尽 有人个别年纪大的女性总穿运动鞋或旅行鞋 看起来一点也不洋气 其实造型有大妈感的根源不在于她们穿了运动鞋 而是整体的搭配中时尚元素太多 没有统一的风格这才导致朴素的运动鞋存在感格外显眼 被很多人视为土气鞋 我们可以换一种搭配方式 让鞋子融入到整体风格当中去 款式普通的运动鞋也能摆脱土气的窘境 比如这个身造型就是一个不错的四反 简单却很有格调 穿鞋雷区二 颜色选不对 鞋子和包包随配饰 一部分女性挑起来就随意的多了 除了黑白灰之外 对颜色页面的鞋子也有很高的接受度 彩色的鞋子穿出去 我们的心体也会变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颜色饱和度高的鞋子 容易和我们的肤色相冲突 如果你不是冷白皮 穿绿脚背的鞋子记得避开荧光色 否则容易显得脚黑 穿鞋雷区三 版型挑不准 如这位穿衣修身轻衣 显得很干脸 却显了一双笨搓的大头鞋 因此看起来怪异 还有这位搭配了一双小小的皮鞋 然而显得腿形更加健壮 原本的活泼感也被鞋子破坏掉了 因此鞋子作为造型的点缀 其实不需要在款式上太过抢眼 能做到无功无过就很好 当鞋子的亮感和服装相匹配时 反而会让人注意到搭配整体的和谐之美 穿鞋雷区四 花色搭不好 用女性穿硬花上衣 穿绿身下还要穿一双花鞋子 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加上花花的搭配不仅看起来俗气 还会掩盖女性本身的韵味 降低美感 审美品味的提升 也是一个做出取舍的过程 喜欢活泼风格的女性 不妨小命级保留印花图案 再选择一双颜色和印花相近 但款式更竖尽的鞋子 两者不会互相抢夺注意力 反而带来迷人韵味 知道怎么避开吐气鞋 选出适合自己的鞋子之后 接下来的三个关于鞋子的搭配技巧 也很实用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在搭配上的女性可以学起来 立马拥有不费力的时髦感 第一点 彩色鞋子 深配深 浅配浅 这是一条不出错的配色方案 颜色深的鞋子 可以和暗层的大力色调系服装任意匹配 而颜色清纯的鞋子 则适合搭配白色和马卡龙淡彩色的服装 此外 鞋子和包包选着相似颜色 会进一步提升搭配精致感 第二点 质感敷印 如果不想费心思组合衣柜领的单品 又想穿出独特气质 不妨在同色系服装和鞋子中 用质感敷印技巧 将相似风格面料的单品搭配在一起 比如穿起来柔软贴肤的真织面料长裙 就可以和真品适用材质的鞋子互相成正 轻松勾勒出女性的雲龙华贵 第三点 一个搭配重点 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 都有抢眼和束短两种类型 若是衣服抢眼 鞋子穿不起眼的款式就很适合 而要是服装中规中矩 又想体现出自己的时尚品味 那么就挑一双样式独特的鞋子 增强整体的个性 最后想说的是 花点时间去找到那些适合自己 能让我们穿出优雅气场的鞋子 体现出一个成熟女性应有的韵味 本期结束别忘记三年呀